不困水底15公尺,急击获救 三名潜水员在长江水面下15公尺处 救出城川内65岁的妇人,现场一片欢呼 她也立即被送往医院,目前没有大碍 但有获救的伤者仍然无法出院 城上包括工作人员在内还有434人下落不明 我还有她预料领域 很会点说,只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蛮好的,我妈妈说蛮好的 我妈妈说蛮好的,就我家里面当心就可以了 我就一直当心 没想到我这么说话,我知道帮他们多打一会儿了呀 我爸爸电话都没有接 我对不起他们呀 我对不起他们呀 客传东方之心 从中国南京开往重庆 前天晚上约9点28分 在长江中游湖北的监利水域 反复沉默 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师 此次翻尘事件 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请国务院计派工作组 赶赴现场指导搜救工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下午飞抵现场指挥救灾 官方派出至少3000人力 包括挖人 直升机与船只 救难人员敲起浮出水面的船底 探听是否有回音 判断生还者所在位置 其中有97名乘客来自上海 多半透过鞋和旅游安排 但是昨天却避不见人 引发家属不满 政府最终不应该把车人来 来电人去护肺吗 怎么能躲呢 有的号码是他们传染的号码 传承机是自动传承机 没人接 他最少出来一个人应对一下 我们该困难去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家属企图到上海 甲北区人民政府 要求回应遭到阻止 与警卫发生肢体冲击 我们不要研究了 让他们去研究 《动新闻》总和报道 苹果12周年爆料拿大奖 200万等着你 独家给苹果照片影片 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 点赞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 全约最高一名200万 改变社会 从爆料做起